字幕君 字幕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妮妮 今天要介紹這個遊戲叫做 四王会议 就Count of Four Council of Four 不知道怎么叫Council of Four 就是四王会议 这个又是故事背景的 就是我们在一个这个虚拟的世界 然后它中间有一个女王 女王 然后我们就是商人 我们是商人 我们要去靠这些政治家 直接在台下都是政治家 我们要靠他们去得到一些资源 钱或者是卡片 或者是货物 然后我们去转换 做得分的动作 它这个游戏其实有一点 不是那么直观 因为它其实要做很多的行动 去把它转换成分数 可是它有趣的是在说 你可以就是有政治行动啊 你也可以有就是商人的行动 各式各样的得分路线 让这个游戏就是还蛮多元化的 OK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介绍这个游戏吧 好的 那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我们会先选一个人当起始玩家 然后由起始玩家开始 每个人轮流做行动 一直做行动 那行动的话有四个可以选择 就是第一个行动呢 是说你去购买政客 购买政客 要那个 你就是打一张你手上的手牌 我们每个人一开始都有六张手牌 然后你就选一个颜色 例如说我想要勾结紫色的 啊这边刚好没有紫色不行 因为它就是要这边有空了 你才可以去跟它勾结 所以就不能打紫色 那例如说我打个绿色好了 打个绿色就请这边的绿色出来 然后我随便呢 呃自己想要拿一个就把它换掉 例如说我让它进来这个位置 它这边有箭头 就是你从箭头之间把它挤进去 然后蓝色就被挤掉了 蓝色就白白就回来 就那个被罢免 然后绿色很开心 你让它上证 所以它就会给你四块钱 你这边的钱就会加四 一二三四 那其实玩家是十块 然后其他照顺位是十一十二十三 所以它其实金额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第二个行动呢 很简单 就是你照上面的米字号 去换一个这个地形的板块 那怎么换呢 就是下面有告诉你说 你可以用一张牌 或加上十块钱来换 或者是两张牌加七块 或是三张牌加四块 或是你用四张牌去换 OK 这四个都可以选 选一个 然后你就可以 付出上面的资源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地形板块 有三种地形可以给你选 然后每一个地形又有两片给你选 所以你有蛮多选择的 例如说我先随便拿一片好了 我就拿这一片 好 那我就把它放回家 然后下一个动作的话 我可以把它打出来 下一个动作呢 就是把这个地形板块给打出来 然后怎么打呢 就是说你只要 你的它上面写了英文字 就是说你可以去这两个地方 它每个地方都是用一个英文字来表示 所以这就表示它可以去N或O 那你就选N或O 站一个你自己的小商人上去 那就表示你去那边从事贸易的工作 所以我们看一下N跟O N跟O在这里 那我就这两个选一个 然后把这个人站上去 就表示说我在N这里有做贸易的行动 那我下面的奖励就是可以 我可以拿到的 所以我就可以拿两张牌跟两分 所以就把这个可以把它盖起来 然后我就拿两张牌跟两分 分数的话在 分数的话我们用一个小商人来代表 然后就加两分 OK 然后这是第三个行动 那它的好处是说 你在做商人买卖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这个地形上面的bonus 像这个N的bonus是一分 所以你马上就可以加一分 OK 那之后你每一次做贸易的时候呢 它都会把你所有的bonus 连在一起给你一次 所以就会形成一个 那个连环的效应 像我如果下一次来K的话 我就是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我就会得到这个串联的奖励 就会得到一分再加上两块 它只要连在一起的话 就全部都可以拿 所以例如说我只有五个商人 全部都连在一起 那我就一次拿五个奖励 在我盖下去的时候 马上就得五个奖励 所以它这是一个 你路线要规划好的游戏 就是你把它规划得好 你就可以一次拿非常多的奖励 好 然后最后一个行动呢 就是说 你可以叫女王去帮你做事 因为这边有一个女王 有没有 Queen 是白色的 它只会在这个城镇 然后这个城镇它是没有奖励的 它比较特别 就是女王住的地方 然后呢 你就这样要附下面这个 米字号的钱跟牌 然后再加上两块钱 你可以让女王去帮你做一次贸易 就是请女王出马 所以你可以移动女王一步 看要去隔壁 哪里都可以 可是只能一步 比如说我来这里 那你就马上可以放一个你的商人在上面 就是女王帮你做贸易 就是你可以马上在女王的位置放一个商人 那女王就站在这边了 下一个玩家就是要用的话 就要从女王 就要从这里开始出发 OK 那四个行动就讲解完毕了 然后接下来呢 看一下 它的帮助卡的右边 右边的话是说 哦 我们这边呢 有一些这个仆人 仆人是可以干嘛的嘞 你三块钱可以买一个仆人 然后你可以用一个仆人呢 把这个地形卡给换掉 就是这个 这两张我可能不想要 我就花一个仆人把这两张弃掉 弃到最下面 然后再重新开两张出来 这是仆人可以做的行动 然后第三个呢 是说仆人我可以把这个大臣 也是一样 跟刚刚一样就叫一个大臣把它换掉 我用一个仆人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可是它不是一个行动 我是叫仆人去的 不是我自己去的 所以就没有四块钱可以拿 不然的话 我们自己去的话 会有四块钱可以拿 那叫仆人去就是 你不用花手牌 可是你就是 没有四块钱可以拿这样子 OK 然后第四个仆人的行动就是说 你可以花三个仆人 去多做一个行动 这个符号就是指说 我们自己本身的行动 就等于你可以连做两动的意思 只要你花三个仆人 所以它这游戏仆人的话 有点像那个 马可波罗的那个骆驼 就是你可以多买骰子 或者是你可以多做一些其他事情 就是还蛮好用的 所以仆人有很多 还有它有画三个的 也有画一个的 就是你可以 利用仆人去让你的动作 变得更灵活 OK 那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那我们会玩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会玩到有一个玩家 它这十个商人 就是这个小商人 全部都用完为止 那第一个全部用完的人会多得三分 就一二三先加 然后呢 其他人就是各在做一个行动 这个用完十个商人以后 其他人在各做一个行动 游戏就结束 然后看分数多的人就获胜啦 好我补充一下 这边有一个轨道 这边是钱 就是你要用钱的话 你就从这边扣 然后这边的话 是你的政治行动 你的政治影响力有多高 它要怎么加呢 就是你如果 踩到这种bonus的时候可以加 就是上面画一个 这个旗帜符号的 就是你可以加你的政治 那你的政治到一个地位的时候 你就会拿到 额外的bonus 然后这边还有额外的分数板块 像这一片的话是说 你黄色的地 全部都盖完你就会拿到20分 第一个 第一个盖完的人 然后这边的话 这紫色的地 全部盖完得12分 然后橘色的地盖完得8分 然后这个蓝色的地盖完得5分 然后还有这三个地形板块 也是可以拿分 就是你把这个蓝色的地形 这边这一区全部都盖完 就会得5分 一样绿色这一区都盖完 再得5分 然后这边黄色这一区 三地都盖完 你也会多得5分 所以这边是额外的一个得分来源 那下面这四个政客是干嘛的呢 就是刚刚你们做行动的时候 不是说可以用牌去买这个地形板块吗 对 可是你要用什么牌 你就要根据下面有什么政客的颜色来决定 例如说下面这个是 绿绿灰灰 那你要打四张牌的话 你就只能打绿绿灰灰 OK 那如果你只打一张牌加十块 你就是只能打绿色或灰色 对 然后像女王一样 如果你要请女王的话 就是打那四个颜色的牌 就是根据你上面你要附几张牌的时候 你要根据下面的颜色才能够打得出来 好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游戏 我大概玩过两次 那我觉得第一次玩的时候 就觉得我的路线规划得不够好 所以我第二次玩的时候呢 就是有仔细的规划一下 我要从哪边开始做买卖 然后我的动线要怎么走 就是要先自己先规划一下 像这个地图上面 它的bonus都是随机开的 就是它一开始会洗一洗随机开 所以我会看一下这个最大的分数来源 就是这个三分 三分它在哪里 所以最好就是一开始就是会先经过三分的地方 这样你得分就会得得很快 因为以后每一次串联你都多得三分 这样分数就会加得很快 但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小秘诀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活用你的仆人 因为仆人它其实拿到以后你可以多行动 所以它仆人是很好的东西 所以你看到如果有多仆人的东西 你是可以拿的 所以仆人会让你的动作变得更灵活 所以呢非常建议的话就是拿仆人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善用女王 他去帮你做事情 你就可以节省一些行动 好那我们这个游戏呢 最高的话可能我之前是有玩到一百多分 所以就推荐大家这个四王会议 欢迎谢谢大家今天观赏我介绍的这个游戏 四王会议 那如果请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按一下订阅跟分享跟按赞 那我如果你有喜欢的游戏想要我介绍的 你也可以留言在下面 那我之后如果有看到的话就可以帮你介绍 欢迎大家来秘密基地找我 我是秘密基地的李蜜 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